特別搜尋了我們全台灣的智庫 我們聘請了我們台灣吳林宏 林宏我們梁畢軒梁理事長 為我們做經濟的評價 請見 王主辦事業處長 以及各位青創會的各位會長 以及經濟部專長企業術的各位長官 還有台南市的各位長官 以及在座台南市的各位先進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 大家好 好 很高興這邊有這個實會 跟各位分享一下物聯網 還有參加這次這麼有活力的青創會的 國際創業中的一個場合 然後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台灣物聯網及全球物聯網發展的趨勢 是 下一項 我想物聯網無疑是目前最熱門 而且是充滿一個生機的一個行業 不是產業 但是怎麼去建定物聯網的產業呢 目前全球上面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從2008年開始到2009年到2011年到現在 我們看最近的2014年 從Google或是全球的搜尋網站裡面 這部聯網是最關鍵的詞 它創造三星到1.9兆美 但是數字呢 有不同的統計單位 在不同年度有不同的數字 大家可以看一下 但是呢 今年呢 2015年呢 IoT將成為世界最大的設備市場 那這個設備聯網是物聯網的其中之一 那物聯網又被稱為第三波羅的資訊革命 那這到底物聯網跟智慧有什麼關係 那目前台灣非常多的智慧 還有這個智慧程式啊 智慧農業啊等等 還有現在的智慧製造 生產力4.0 機器人其實都有非常大的關係 那我今天就跟各位分享一下 怎麼是物聯網 然後物聯網其實是這樣子 它其實是把網路加上了這個傳感設備 有一個Sensor 或是它的Accuator就是啟動器 然後透過感測網路 比如說GIPI、WiFi、PLC等等的 這個感測網路 連上物聯網 互聯網 互聯網就是我們所謂的Internet 那台灣叫網機網路 目前比較普遍的說法是叫做互聯網 那物聯網其實在我們台灣 也不叫物聯網 其實我們政府的定義叫做智慧聯網 其實各位不是很清楚 那其實它是架構在互聯網 就是Internet的上面 的基礎上面 讓這個網路相連 所以它是在互聯網的基礎上面 並不適宜現在物聯網要取代 物聯網 網上一頁 然後它主要目的 是把萬物連在一起 叫做萬物皆可聯 可聯 可以連在一起 萬物相連 它可以被識別跟管理 它重點是在可以被識別 在於我可以認識這個物是什麼東西 所以任何的東西都可以把它管理 然後讓我們的生活作協跟萬物相連以後 這個加上感測器跟通訊設備連在一起 它就可以讓我們來控制管理這些萬事萬物 讓我們來提升我們的生活生產力 或是整個社會的發展 這是物聯網比較通俗的一個定義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最近 WAVE2.0大師講一些物聯網新的解釋 他說物聯網已經把人帶來超能力 我現在可以知道我的心跳 知道你的血壓 我現在在這個地方 我就知道你在什麼地方 把整個感知的能力延伸了 這是他的看法 所以任何萬物網可以被偵測的時候 而且又可以被傳輸到Internet以後 其實整個能力就更強大 那這個物不只是個工具 未來來講人者跟物之間的介面 就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尤其是穿來實設備 所以現在眼鏡也不是眼鏡 手錶不是手錶 襪子也不是襪子 這個包括有跑步器也不用了 所以這個不可或缺 那剛才我們出場提到UBER的這個例子 它隨時可以知道你司機跟人的位置 你可以叫車隨時知道所有狀況 那今天更新的消息呢 UBER也賣房子了 UBER也可以做物流 以後你要搭車嘛 那你現在有很多東西要送呢 你可以叫UBER來 叫車來幫你送 所以這個短距離人配送 那現在你開始做什麼呢 賣房子 進入到房地產市場 也就是說你現在要開房子呢 你可以到UBER去找一個經紀人 來幫你找派房子 這個是很大 所以慢慢的很多的創業產生 就產生新的變化 下一頁 那這個是物聯網 多層架構裡面最經典的 那下面是十幾層 也就是我們說的萬物 那萬物有可能你生活的住宅 生活的這個 鞋子、襪子、眼鏡 你的辦公場所 等等之類的 這是萬物 那萬物呢我們嵌入了這個 自動化系系設備以後呢 我們叫嵌入式的技術 元件以後呢 把這個感知的設備放進來 那感知呢 現在感知器太多了 剛才提到了 你可以知道空氣的溫度、濕度 尤其是在農業裡面 土壤也可以振熱的到 水也可以振熱的到 對不對 然後你的距離壓力 還有你的心跳、血壓 都可以抓到 加上影像識別 所以現在呢 包括二維碼 現在買東西呢 掃一下碼 就可以知道你是什麼產品 然後呢 QR Code 然後這個 等等的 包括這個多面體影像識別 所以你現在呢 這個車子呢 違規也不用這個人去辨識了 對吧 還有這個是 這個在攝像頭裡面 可以辨別人 辨別人的行為 所以把這個萬物的訊息 加上這個感知的技術 辨別吸收之後呢 它可以傳到 這種無線的網路 然後到達了Internet 所以中間這一層呢 就是網通 網路通訊的 這個 這一層 那也就是很多的 這個通訊設備 比如現在 這個你買手機 要N5C的 N5C可以負款 對不對 你的這個 血壓 幾次是有支援Wi-Fi的 這個就是它的規格 那現在呢 你的5C 你是不是所有的 設備 你所有的應用 是要支持5C 就是這個網路的技術 所以目前互聯網 有很多的政府的 政策呢 是在通訊層這一層 那上面呢 就是我們現在 所謂的大數據 也就是智慧 因為互聯網呢 把所有的機器設備 很多的裝置呢 大量的撿起資料以後 它可以做資料分析 所以我稱為這個 數據分析 所知識的 都透過這個大數據分析之後呢 它可以去精準的 判別你個人的訊息 所以變成系統更有智慧 它可以從事後的控制 到事先的建議 到事先的預防 所以讓系統 變得更有智慧 那中三類是我們講的 所有的應用 包括智慧程式 包括這個所謂智慧教育 智慧醫療 智慧物流 或者是智慧農業 或是智慧能源 或是智慧建築 等等的 很多的這個 應用 所以現在來 假設各位 只聽到智慧的 就是 可能是物聯網 怎麼智慧交通就開始 但是智慧跟物聯網 有什麼關係呢 這中間好像一個很大的差點 過去我從2010年開始在 採取物聯網的相關的組織跟活動 算是國內來講也是算最少的 那我們當初講物聯網 大部分一般人對物聯網有兩個概念 一個是 你是像阿里巴巴是一個電商網路 你物聯網是賣東西的 是一個網 那第二個呢 你做物聯網是做物流的 物相連嘛 你送物的時候 你是物流的 那物聯網到底跟智慧有什麼關係 這就是 從這個層裡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這個很大的區別 所以很多物聯網 過去台灣也有所謂的 E-Taiwan M-Taiwan 到U-Taiwan 到最後說 I-Taiwan 就是智慧台灣嘛 對不對 可是智慧台灣呢 並沒有針對物聯網方面有所抓莫 但是之前的這U-Taiwan 就是放在網路 就指的是 從網路層 從網路相連 所以很多物聯網 它把它放在這個感知 有些把它放在網路 那事實上呢 物聯網它所造成的一個 影響 事實上是一個點放的轉移 那這個部分呢 我待會再跟各位分享 好 下一頁 好 所以 物聯網呢 它事實上是從物 加上感知 就是 屍體的物 加上感知以後 通過 連網 連上物聯網以後呢 最終呢 產生了 E-Taiwan的價值 那其實剛才有這個 三頁 有看到一個叫平台層 那中間的大數據 雲計算 實際上是 還在這個平台層裡面 那事實上 這個是非常重要的一個環節 所以這個物聯網以後呢 在 以雲計算跟大數據為中心的以後呢 任何的設備 任何時間 任何地點 任何的食物 任何人都可以 透過任何不同的網路的途徑 來連上你的應用服務 所以讓你的應用服務呢 變得很有智慧 好 下一頁 那我們來看這個 這個物聯網的三機 可能 可能放錯那個檔案了 不過沒有關係 這一層呢 可以看一下 我們剛才從這個物聯網的五個層次 可以看它的營收結構 這是2020年的一個預估 那分明可以看一下 我剛才講的是 傳感的這一層 這一層 那這一層呢 其實是佔了百分之舒服 尤其是硬體 穿戴式設備 它其實佔了營收營 未來的營收營佔了百分之十個百分之 也就是我們講的 大概 310 310 億美金 大概是這裡 那這個資料層呢 就雲計算 雲計算這一層呢 也大概是佔了百分之五 通訊層也佔了百分之五 那各位看一下這一層 也就是 分析大數據 以及它的應用服務 這一層呢 佔了八層 也就是說它佔了 兩千多億的這個美金 這樣的一個 服務的上級 所以目前來講 我們講創新 還有這個產業 我待會兒給各位分析 那其實我們操縱在硬體的部分 各位來講 並不是物聯網的主要的核心 的產生 下一頁 那這個是它的應用 物聯網的應用 這物聯網的應用 那可以看得到它的這個 從這個2025 剛才是2020 那2025大概已經到了 兆元的這個 這個美金 那這個東西都可以參考 因為很多機構 很多不同的這個調查 很多的這個報告 不過大概來講 它已經都是到 2025已經都是到了 兆元起的這個美圓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一個這樣的規模 已經比目前我們講 Internet它的產值 佔了已經超過30倍以上 那這個通常呢 就是我們剛才講的這個 生產力4.0 或是智慧製造的部分 那這個城市呢 就是我們一般講的智慧城市 智慧城市裡面 還有零售 現在比如說電商的發展 那電商的發展呢 使得這個物流 倉儲變得非常重要 那目前來講 包括無人倉儲 像那個 這個 這個 亞馬遜 Ebay 他們的倉儲機構是無人化的 那個倉儲已經是幾個足球場大的 這樣的無人化的這個智慧倉儲系統 才有辦法去 呃 存產那麼大的這個量 這個就是物流網民用 那數字呢 各位可以參考 往下 然後這個是台灣的產業分析 各位看一下 這個我們剛才講 從這個 呃 萬物 這個感知城跟通訊城 也就是我們一般來講 智慧城的這個城市 那這個呢 比較著重在中端 產品跟製造 那這塊是台灣的最核心主力 就是在這塊 比如說 芯片 模組 OEM OEM 跟系統計程商 那剛才講的是說 未來來講 應用服務 這一塊呢 才是佔未來物聯網的營收的八成 好 那這個 應用服務裡面 有中間的是雲計算 雲計算裡面呢 有所謂的Dub 這個 IS PACE 跟SACE 大概是這一層 那這一層最主要是未來的營收結構 那這個就是電信商 所以很多物聯網的應用 物聯網的產業 事實上是直接運營商 比如中華電信 所以現在我們政府做了這個物聯網的這個 這個 這個政策 它很多的部分是給這個5G 發展5G用 那事實上這是基礎設備 那總統 目前 真正是開到這一塊 那也是目前創業的一個機會 也是目前我們台灣最弱的一個部分 那這個是2016年的一些調查 各位可以看得出來 這個它的營收的成長 都到16% 那第二個呢 它的這個九大應用裡面呢 智慧建築跟智慧交通 還有智慧整合 這部分呢 佔了80% 所以 軟體加持服務 才是驅動物聯網產業的主要原因 事實上 物聯網的真正被推動 是在剛才講 2008年 2009年 這段時間呢 開始有物聯網的這樣的概念 但是那時候物聯網 大家也聽懂 就像剛開始雲計算的時候 但是如果我是做雲計算的 我把我的系統放在雲 放在這個網際網路上面 它就是雲了 那我現在 我做物聯網 我做監控的 我20年前就在做物聯網 iFID我做了20年的互聯網 所以iFID不等於互聯網 然後你把系統放在雲端上面 你也不是因此做物理端應用的 那這是比較大的差別 好 可以嗎 好 那這個是2020年的一些應用分析 各位看一下 這個是另外一種 從應用分類的分析 可以看到這個健康造物跟這個製造 也就是生產力4.0 這個部分呢 賺了30% 這張50張各位看到的時候 在這個應用服務裡面 它的分析 下一頁 那這個產 相關的產值 剛剛已經有看到 已經到2025的話 它就已經是照原型的這個應用的這個 好 好 那從這個2025年 全球物聯網設備應用領域來看 45%事實上是在消費者的用戶 那55%是用在商業領域 那消費者的用戶裡面 可以看一下 智能生活就是原始意住行 還有智能居家 智能居家這目前來講 是很大的一個商機 那第二是車子 就是我們講的智能車子 也就是目前所謂的車聯網 還有無人駕駛都是在這個地方 那這個55% 裡面有智能製造 那智能製造 剛才包含了所謂的智能工廠 還有現在所謂的這個機器人 都是在這個領域裡面 那現在剛才講的燒子化 還有現在很多地方 也講到工人 像這個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是智能層次 這個智能層次 這個智能層次也更大的一個比例 那尤其是智能層次 是推動物聯網 剛開始的時候 很大的一個推動的力量 那我們這個台南市也是 這個賴市長也是 繼續在推動智慧程式 我想這個智慧程式 也是物聯網很重要的這個應用 那第二是智能的公共服務 電能、能源、水利等等 這都是屬於物聯網的公共服務 所以它這個涵蓋的範圍 其實上相當的廣 那這也是為什麼我們當初 台灣物聯網聯盟 下一頁 台灣物聯網聯盟 當初為什麼用聯盟 不叫做行業協會 我們2010年的時候 在申請這個行業協會的時候 我們是內政部有登記的 然後那個內政部說 這個這個物聯網 請問一下物聯網是什麼 物聯網的產業是涵蓋哪些 就很難去界定 所以因為它涵蓋的 不管是從這個晶片製造 到這個網通 到這個雲計算 到垂直的應用 農業也涵掛 這個文創也涵掛 所以它的應用化非常廣 所以我們當初 就用台灣物聯網聯網的名義 而不叫做台灣物聯網行業應用協會的名義 來申請註冊 這也是也比較特別的地方 那另外就是各位看到 這個章已經跟各位分享過了 往下 那這個我們談談幾個應用 那因為物聯網的應用非常多 那我就許幾個應用跟各位報告 因為我們講不完 那各位看到 這是過去2012年到2014年的一些數據 所以我們工業除了這個智慧工廠以外 另外一個就是機器人 那智慧工廠裡面 剛才這個我們副長也聽到 很多呢 我們台灣叫做生產第4.0 那德國叫工業智慧製造4.0 然後這個大陸叫做智慧製造2025 所以剛剛有不同的這個計畫 那台灣的這個 生產第4.0呢 就著重在就是客製化 非常重度的 以人的各性化的需求為主 怎麼去讓這個生產機器設備 可以零挺機 就是你的生產設備 因為你要接很多單 所以說你必須要去重新設備 那其中一個很關鍵的東西呢 就是你必須要有智慧系數 你的信息化基礎是不夠的話 你根本就沒有辦法達到 所以你的機器生產設備呢 除了在裝備上面比較智能化以外 就是你的智慧系統呢 必須要能夠達成這個需求 所以這個有一個部分呢 就是它的工業軟體呢 佔了3000多億美元 比同期增長了5.5% 所以可以看到這個 光是這個工業用的這個軟體 它的規模成長 事實上也是蠻快的 3000多億 那這也是過去我們台灣 這個重硬不重軟 那目前我們一旦先評級 我們等一下跟各位分享 往下 那這個是第一個呢 未來在智能工業 它的氣勢判斷呢 第一個 因成類跟工業的融合 也就是他們講的這個 資訊化跟這個工業化的一個融合 將成為產業創新的主要的方向 第二個呢 智能工廠將是工業軟體的創新的主要主線 第三個是大數據 工業大數據 尤其是產業的數據的分析 會影響到整個產業的發展 我想這是產業應用最大的熱點 這也是為什麼 現在數據分析是很重要 那我們國家也做 有所謂的開放資料 Open Data 的計畫 Open Data 也就是要解決這個部分 怎麼從工業上面的應用 這個數據的應用 去幫助這個產業發展 所以它呢 除了這個資料的安全分析以外 另外部分是產業生育中心 我想物聯網的發展 資料是一個最基礎的東西 尤其像現在講的大數據分析 還有資訊安全的問題 還有資訊的所有權的問題 未來會影響到各位的一個發展 所以現在假設各位這個做創業人 創新啊 一定要考慮到資料的問題 尤其是資料安全的議題 資料所有權的議題 資料理事權的問題 資料跟法國三個議題 那這也是為什麼 這個很重要的原因 好 往下 那這個是智慧醫療 那智慧醫療也是目前來講 一個成長很大的一個方向 那除了醫療以外 另外我們比較操縱健康的管理 是另外一個產業 不過通通會在這個智慧醫療裡面 因為醫療裡面呢 可以看得到 2011年是1581 2014年到31 成長的89.9% 所以它的成長率非常高 那主要是什麼呢 把這個移動醫療的APP 還有創戴式的產品等等的 大數據等等 把它放在一起 所以它可以個人化 那現在各位很喜歡 因為年紀大了 或是現在習慣上要跑步對不對 走路對不對 一天要走指步 那以前你要掛了什麼 那個記錄器嘛 現在也不用了 你的手機本身就可以怎麼 讓你知道 那以前是還 你現在以前掛運動手環的 能量手環的 這邊痠那邊痛的對不對 那你這個要掛一個手環 那現在手環以後要感應器 對不對 自能手環 你帶了手環 你就不用這個去記錄了對不對 現在連手環都不用 手機本身也有感應器了 所以你的自能手機裡面的APP 也知道說你現在走幾步了 那不只你走幾步 你還可以跟你的朋友分享 那這個東西就是說 這也是一個存在性設備 它還告訴你 你現在要量血壓啦 那你這個 這個年齡多少啦 你這個男性女性啊 那你等等等等 你的職業等等 給你一些大數據的個人化的建議 那這個呢 就是醫療方面的一個行業 所以呢 這個主要的醫療設備 內容跟產品的供應上面 這個醫療 佔了39.9% 那2014年呢 它能達到這個40億美元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它的成長力是相當它的一個領域 往再往下 那智慧醫療未來的發展 主要是往這個個性化 剛才講的個性化 還有移動化的發展 所以這個以後呢 你的手機都可以用到這個 這個手機的這個醫療 現在很多的這個軟體 它也不用量血壓 對不對 它是你的手指按下去 然後按到你的照相機的頭 它就可以知道你的心跳血壓 的那個呼吸 它可以知道你的情況 所以現在APP的發展很厲害 那還有現在醫院的照顧 你現在過去一護士 很多人 它是要每天在那邊 對不對 量血壓 還要買個表那個槽 現在血壓機呢 它一兩根你的IFID以後 你一放進去 就到你的病例裡面去了 達到這個部分 所以這個大數據的分析 醫療很重要 非常重要 2025年 2015年的50% 手機用功能 可以使用移動醫療 這個是您可以幫忙 好 那另外是均能 智能家居 智能家居 我想是一個也是目前最大的 大的戰場 也是現在所有的大的企業 進到這樣一個行業 那現在包括這個硬體產品的 智能家電 移動控制端 還有智慧物流器等等 現在很多呢 就是家電呢 不只是以前叫什麼 要聰明對不對 家電要有智慧 所以你可以在遠端 再用手機呢 控制你的這個 家裡的這個電冰箱 包括冷氣 燈光 所以它家電本身呢 也把它智能智慧化了 那現在大家都希望說 你這個你的中端的手機也可以控制你所有的這個設備 你不用說你的冷氣呢 是日立的 你說要下載日立的APP 你的電視呢 是什麼電腦機呢 還是那個你要下載不同 這個廠牌上的這個APP 所以很多人它也從移動中端去的 那現在就是說 你家裡那麼多的設備 你總是要一個網關出去 所以也有智慧路由器 那第二個呢 你賣了那麼多硬體呢 重點還是在於它的運營跟服務商 所以也有雲平台 也有內容評音商 大數據 那還有系統解決商的智慧家庭社區安防等等 那各位看一下這個 這幾年啊 全球有關這個 這個智能家具的佈局 像Google買的Nest 是大隊清楚的對不對 它光是一個溫度控制器 它也買了幾十 幾百硬梅勁 這個你可以很難想像的 也不是它設計比較好看 它其實上就是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就是說呢 它知道你家裡的生活習慣 它有一個演算法 可以知道你家裡面的這個用電的情況 個人的消耗 個人的使用電量 還有你的作息 它可以做預測 你什麼時候該給你一個 啟動你的這個冷氣 等等之類的 還有一個能源 那第二 三星也併購了這個Smart Thin 那可以直接控制任何一個家電產品 然後Apple呢 也有一個Home Key 你所有設備呢 只要在Google 在蘋果上面的Home Key 你就可以連到它的Google的服務 那個Apple的服務 所以可以看得到這個世界大廠 統統投入到智能家具 智能家電 那根據報告就是說 這個 我們假設還是在做硬體的話 還是在做產品的話 事實上 我們主導力量 主導的這個都不夠 所以呢 它是一個朝陽行業 所以這個也是網路信息系統 等等的 那現在就是說 因為在家裡面 家裡面是有第四台對不對 有這個Cable的網路 對 也有你的電信 對不對 電話 那還有你的電力系統 未來來講 它會把它融合 但是它沒有辦法取代 所以比如說你們家的第四台 假設你要拉線不能拉線 他說我這個什麼 我從你的電力線 對不對 那第四台也可以上一層 它品質沒有像中華電信那麼好 是不是 所以它基本上這個叫做 每個網 事實上都可以去做 所以 那它是在攻佔這一關 只要時間都佔據到家庭 那家庭的消費 它會產生很大的這個收入 所以很多目前很多創新創業 也都是在智能家庭這一部分 往下 另外是車聯網 那車聯網也是目前成長最快的 它的成長率達百分之二十五 那全球的這個收入圓達到兩百億 那車聯網也是到目前為止 再過三年 因為目前來講2015年 大家已經是再過三年 其實目前測試已經通過 現在無人駕駛 現在Google他們很多的 是已經無動駕駛 它從美國西部開到公安 它可以實現無人駕駛 還有就是到車 很多人會開車不會到車 不會停車 現在也無人停車 所以都做得非常好 這叫做無人駕駛 那這也是這個車聯網裡面最重要的 那 這個 無人駕駛是另外一塊 另外一塊是什麼呢 是 不是只是這個車子用 因為車子產生太多的這個服務了 你出去 開車出去要不要加油 對不對 你要不要這個出去 你要不要導航 那你是不是出去要購物 你要停車 它野生出來的服務非常多 那車子裡面有保險 對不對 你未來車子裡面呢 也有這個防盜 等等的 所以它野生出來的 這車聯網的應用服務 也是相當多 所以物聯網發展來講 這個已經是 除了安全 早期是以安全為主 你不要防盜 對不對 未來講 它變身到客戶的客戶體驗 那現在也可以下指令 你現在開車 你要去哪裡 Series一講 對不對 剛才講的這個 這個 Apple手機也是一樣啊 你現在控制家裡面的這個 冰箱啊 冷氣啊 你也不用打 用打 你要用這樣對話 對不對 我要去哪裡 所以現在那個 這個 Apple的Series 也是可以用語音控制 所以你現在未來要開到哪裡 你也用語音控制就好 你不用用手機操控 這就是物聯網的一個應用 所以它傳統的汽車 可以從電動物聯網 那最近不是那個GoGoLong嗎 GoGoLong這個電動車 它呢 拿到全球十大的這個 車輛的創新 很小 那最近呢 GoGoGoLong這幾年 投資它十億的台幣 最近不夠 它也是一個車聯網 它除了這個能源以外 它把App跟定位 都把它放在這個 車子裡面 也就是說呢 你這車子呢 它有一個App 把所有的 你的車子的這個 油啦 所有的 車子的狀況 都可以傳到App裡面 它也可以讓App知道說 你最近呢 附近哪邊有最近的充電站 它就可以去做這個 也是把物聯網的應用服務 放在裡面 它這個車子裡面 有9到9個 聽說是9個以上的這個感知器 可以讓這個 它的所有的這個 車子所有的狀態 能夠傳到物聯網裡面去 它就是一個 創新的一個例子 那我們談談台灣的產業 目前來講 受到很大的衝擊 可是最近 Q3更慘 這個資料是Q2 從報紙上面 現在是 它的GDP 現在是保一 可以看到這個製造業 製造業 從GDP 這個7到這個Q2是負的 那P80 就是我們的貿易 這個都很慘 那主要是什麼呢 我們現在有兩個議題 叫台灣的產業結構失調 第一個是紅色風雲的問題 可以看到我們剛才講 這個產業的分析裡面 因為物聯網裡面 其實很多基礎東西 是我們傳統的資訊通訊 我們智通訊的基礎 那這些呢 它能慢慢的被 被取代掉 因為它一直著重的是在 你的這個生產的毛利 低毛利的 所以我們叫做毛三道士 這是毛利三道士 對不對 我們三場做這個事情 那 那這個部分呢 就是為什麼呢 因為很多的這個傳統行業 它沒有創新 除了這個產品的技術跟價格 已經沒有失去競爭的以外 另外一部分呢 你的商務 商務 台灣很多的這個高端的產品 它過去的商務呢 是透過傳統的經銷商 傳統的這個渠道 那現在傳統的通路商 但是現在所有的商務呢 它已經上Internet 已經做電子商務了 那電子商務不是大家想的 那麼簡單 我去開個網 我到那個淘寶 我到天貓 京東去設個網站 我到這個PC號 我到那個桶子去開個店 我就可以馬上有營送 各位報告 這個在天貓 淘寶 開店的百分之九十是沒有賺錢的 電子商務呢 自己做電子商務呢 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沒有流量的 也就是說你開個店 沒有人認識你 對不對 就像是你家做一個網站 那你做一個網站 你就別人就可以開你的網站 來 來跟你買東西嗎 沒有 你還跟誰 你還跟Google跟Yahoo 買關鍵字 你要做這個網頁的優化 對不對 那人家才一攝取的時候 你還還在前面 所以它並不是你想像中的那麼簡單 但是這個部分呢 過去的台灣的這個 因為法規的問題 還有一些這個相關的這個環境的問題 目前在這個網際網路或是Internet 電子商務方面的這個已經落後非常多 那這也是傳統這個行業的競爭的困境 那所有的價值念在轉變過程 缺乏競爭的優勢 也就是說呢 未來的物聯網 它是一個由服務創新 由應用導向的 驅動的一個產業的一個發展 並不是大家看到這個 這個聯花科 這個某一個硬體製造廠商 又去做了一個物聯網 現在台灣所有創造這個物聯網 或是在談物聯網都是硬體產業 這硬體產業 基本上在談物聯網 都是一個 不是太正確的一個方向 這是我們未來來講 一個分歸的報道 所以未來來講的是怎麼加速 這個服務創新的轉型 這也是各位在創業上面 你不要再去從硬體上面 你怎麼從這個服務創新裡面去 你怎麼一切都是服務 這個各位看一下 這個我會不會報告 這個大社員遺物 這個是叫智慧時代 我各位應該報告 第二個呢 所有的東西都是服務 你的價值導向 你怎麼傳遞給客戶的價值呢 服務的價值 這些數據重新定義 第三個呢 你要以資料驅動的文化 也是數據分析 數據分析 第一個是共創跟重發 也就是像你下創業 你不肯所有的力量 你怎麼利用這個物聯網的共享經濟 免費經濟 你怎麼去共創跟眾籌 跟眾包 這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那也是未來物聯網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來帶一個個報告 第三個它有一個 這個營運模式也是必須要很不同 還有另外一部分呢 它也是要從行動去開始 也就是說 你現在的系統不是在外輪上面 在PC上面 你必須考慮到這個行動裝置 還有你怎麼樣把這個 你的介面變得很有趣 變得很有趣 往下 所以啊 這是公理院的一些研究資料 可以看一下 所以物聯網未來是驅動生活文化 以及生產自信真正力 提升一個核心的技術 它可以帶來V2C、V2B的一個發展 那各位看到這個叫做 執訊生活 就是智慧生活3.0 那這個就是生產力4.0 工業製造4.0 那同這個3D鏈印 到這個叫CPS Cyber Physical System 就是網語啦 然後宿器 也就是說你的虛擬系統 跟實體的系統怎麼去結合 那可以看得到中間這一塊 大數據、雲氣散跟物聯網 這個翻譯的非常核心的假設 這也是未來驅動 未來成長的一個非常大的力量 導向 所以呢 這個2015年 你看這個怎麼樣從 這個聯網 新創還有重蟲為基礎裡面 去做新型業態 應用成型 應用成型的意思是說 應用導向 來去發展這個企業 第三個是彈性的這個基礎建設 他的未來成長 可以到250億 這個委員會看到 怎麼去透過聯網標準平台 原定的成績 創新 募集一個大的有趨勢 所以未來來講呢 這個所有青創會 包括政府 也是一樣 就是要整個搭建一個平台 讓這個所有的資源 可以在這邊去共享 這是未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機會 好 那這個我們台灣的一個產業鏈的調整 也是過去呢 從這個半導體的產業 零組件的產業 軟體的產業 中端設備的產業 零計算產業 應用服務的產業 那這些產業呢 你怎麼樣去做 也就是說它必須跨業的結合 你當一個業的這個創新的成長 實際上是不夠的 那比如說呢 你怎麼把這個零組件 跟半導體的結合在一起 比如說 這個單一個技術是一可能拿的 比如說你怎麼把 心變加生計 你的這個 像很多心變的人 戴眼鏡可以測走糖尿病 對不對 以前糖尿病還用X的對不對 然後現在不用了 糖尿病也不用這個 叫侵入式的 那很多人戴在眼鏡裡面 從你的眼睛的眼淚 就可以知道你的這個部分 那從眼鏡再傳到你的那個 所以它這個就是一個接的 那第二個呢 是中端設備 也就是說 台灣的網民產業 怎麼跟中端設備是連接 那很多 現在很多系統 跨在APP 比如說 以照相的功能來講 對不對 照相功能呢 現在很多的你 手機照相功能不是很好 你照出來圖片 還可以用什麼 美圖秀秀對不對 可以把它美化 然後現在很多商務機 本身的硬體 就做得非常好 所以 事實上是很多的這個應用服務 有些是可以由軟體來做 有些可以做硬體來做 但是重點是 你怎麼做一個融合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 雲端計算跟應用服務 所以現在很多應用服務 都要上雲端 上雲端 所以怎麼樣 用雲端的技術 把這個 中端跟雲的 這邊來做整合 這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也就是說 必須跨業清楚解讀 那我們在講說 這個 智慧時代 一切都是談智慧 現在很多談智慧程式 我剛才講 那很多要掛在 掛在一個I 以前就是 電子化 e-commerce 對不對 所有東西都加上E 對不對 e-化對不對 e-commerce 那現在所有東西都加上一個I 那這個I 跟智慧有點不一樣 那這IoT呢 這I不是IoT的I 這I呢是intelligent 但是呢 因為台灣呢 這個 我們中國談智慧呢 跟這個 intelligent 談智能 有兩個還是有點不一樣 那 smart呢 有點像聰明 所以他沒有一個 比較特別的字 那 國外他們在用 digital 這個 digital commerce 那這次呢 像幾個 這個 這個 總統候選人 比如說 蔡英文 他們就提出來的 這個叫什麼 叫做這個數位 國家 這個叫什麼 智慧島嶼 這個 也是 類似物聯網的概念 那不管怎麼樣 現在呢 就都是會用這個智慧 或是叫做 數位的概念來看 那也就是過去從 e到網路化 網際網路 webservice以後 到intelligent 就是物聯網時代 那這個 我們把它稱之為 智慧時代 所以這個智慧時代的 已經 已經這典範已經轉移了 已經來臨 也就是說 你必須重新思考 這個典範的問題 那這個典範呢 裡面 其實上有五個重要技術 叫做 大社員移物 大數據 雲氣算 社群 移動 裝置跟物聯網的感知 所以 物聯網其實上 並不是說 它從狹義來講 它是從這個感知聯網 的角度 也是很多 剛剛提到 很多把它著動在感應器 這叫物聯網 那有些東西說 我可以把從那個網裡面 物物相連 那我只是物聯網 那事實上也不是 它只是這兩個很基礎的 一個最核心的功能 但是它為什麼能夠達成智能呢 或是從應用服務的智能化呢 或是智慧化呢 事實上它是有一個基礎 叫做大社員移物 那這在典範的轉移 那為什麼在典範的轉移呢 各位看一下 在座各位 第一個 手機 對不對 那各位一定在拍照 對不對 那拍照以後呢 你現在可能是上Facebook去分享 是不是 那一定是用Line 以及跟各位朋友報告 那這是 手機就是一個大社員移物的一個 最簡單的例子 為什麼呢 因為手機裡面呢 你要到社群裡面 那你這個數據是在雲端 對不對 那你是要下載一個APP 對不對 那現在呢 這個感知設備呢 你知道手機為什麼可以智能手機嗎 因為它裡面有至少六個感知器以上 所以手機為什麼可以做3D的水平的遙控 你可以人跌倒了以後 它有一個重力的晶片 對不對 所以它還有你現在知道你的位置 GPS定位 所以它事實上是有很多感應器在你的手機 這叫智能手機 那另外一部分呢 它也可以用大數據分析 它可以知道你的行蹤 可以知道你個人的訊息 這個叫數據分析 可以知道你個人的喜好 推播你這個正確訊息 所以你現在看FB對不對 你不要以為你彈出來的那個廣告是沒有意義的 那個廣告是有意義的 它根據你的聯理 它有你平常看什麼網站 看什麼消息 那你喜歡去加什麼人 所以它怕不出來的那種訊息是上次篩選過的 這叫數據分析 叫個人化 所以這個部分呢 就是一個典範的轉移 所以這我真的稱為智慧時代 這智慧時代來以 可以已經取代不了了 所以重新去思考定位這個問題 往往下 所以大車雲一路 住屋的商務呢 很多生命 那剛才講的是比較從產業跟益用的方面來講 那其實商務 物聯網也會對這個商務產生的一個影響 那這個商務的影響呢 以前叫e-commerce 那現在來講呢 叫做國外講de-commerce 就是digital-commerce 叫做數位商務 它把所有東西都數位化 把網路都數位化 所以叫digital-commerce 那我們把它稱之為智慧時代 這個智慧-commerce 往下 那過去各位看一下 過去你的系統呢 在PC上面是這個 web 所有的資訊系統是 最多是到web 對吧 但是你現在手機以後呢 像你所有的應用 你現在手機到 這是一個 一化到連化 那現在呢 很多社群 你現在FB LINE Twitter 等等的 你現在很多系統呢 要上你的這個 社群系統 因為你現在APP太多啦 APP太多 你不可能下載那麼多嘛 所以呢 你可能唯一的路口 連存率最高 就是FB跟LINE 所以你一天內可能 沒有這個 上FB跟LINE 會有教育證 那這個另外就是呢 因為 萬物皆可憐嘛 連到網以後呢 這個 所有的互聯網設備都上網 未來講的 智能化 是從這些連接以後呢 就產生一個智能 所以未來 是不是只是物跟物之間的相連 物跟系統之間的相連 而物跟人之間的相連 這就是 未來講 智慧時代的 大的典範的轉移 往下 所以你未來的這個 工作行為 會跟著智慧化和改變 所以你未來的行為 你的商務的行為 會更加的精準 互動 即使 靈活跟主動 這未來的就是主動推波了 你進到一個環境 他就知道你是誰了 知道你現在在上面呢 這個講師在上面 到底是屬於是熱情的呢 還是屬於冷靜的呢 還是屬於這個 他會知道你這個演講者 或是你的入境者 這個玩遊戲的人 他的心跳 血壓 呼吸 對不對 所以他是屬於怎麼行的 所以他可以隨時是控制 他可以隨時互動 互動 這樣買東西呢 你不是上網去挑東西的 你還可以把這個 跟你的那個 影像 攝影頭 然後你照 那個手機的照相頭 看到你 然後把你的人弄出來 跟你一樣買的東西 做匹配 穿戴式體驗 所以你買東西呢 像你上網去買衣服呢 你不敢買 為什麼 這個怕穿的不好看 對不對 沒有體驗嘛 所以歐吐歐 對不對 那體驗怎麼辦呢 你又不能跑到那個店裡面呢 好了 那你就可以 攝像頭 照到你的人 那你這個人呢 影像界 那這是體驗式的 所以這就是互動式 跟體驗式 不一樣 那也可以主動推播信息 所以精準互動 即時靈活主動 這是未來 這個 智慧商務時代裡面 一個非常重要的特徵 所以呢 這個未來智慧化以後呢 會對企業帶來更多的改變 更多的改變 那這改變是什麼呢 他的作業環境 我剛才講 會即時互動更全面 他的資金系統 運作方式也會改變 以前你要在那個什麼 PC上面 上網回家去 或是做回辦公室再處理 不是現在你手機上隨時都可以處理 對不對 然後呢 你的這個給客戶的服務 內容也 也不一樣 以前是賣硬體的 現在可能是什麼 賣軟體賣服務了 硬體不用錢的 服務要錢 然後 獲利模式也改變了 獲利模式改變的意思是什麼呢 以前叫做什麼 就是賣硬體 看租金 對不對 然後看代理 現在也不用了 現在可能分銷也不用了 對不對 那現在可能叫做 這個羊毛處在這個什麼 這狗身上租買單 對不對 現在是這個樣子 所以第三方服務來付錢 所有是免費服務 這個又不一樣 第二個是價值鏈跟上下有產業的協同 也改變了 以前是直線了 現在上了這個物聯網以後 他是一個網狀的 所以他的鏈也不見了 等於是網跟網之間 臉跟臉之間的協會 那最後面的就是 就是升級跟異業融合 這是非常重要 尤其剛才講 這Uber Uber出了把這個 兵車鏈的公司 除了把這個 計程車打敗以外 這個什麼 現在連黃地產都怕了 所以現在已經上黃地產了 那這個小米手機對不對 小米手機這個 雷軍啊 他們以前不搞手機的 你知道雷軍幹嘛的嗎 雷軍是做軟體的 幫這個蓮花哥做芯片 給上載機用的 上載手機裡面 上載機手機沒有軟體 他幫他做軟體 那最後面呢 他就設計軟體 然後以後他把這個 櫃本開出來以後呢 這個軟體的硬體代工 給雷軍做 那現在我們在幫小米手機做代工 那他 這個手機認為以後 他有很多粉絲 小米粉絲叫米粉 那米粉以後呢 他開始進入到自能 自能什麼 家居 所以他開始做什麼 跟海爾跟美迪他們做什麼 做家電 所以他 小米也開始賣電視了 小米賣機領的 小米也賣了這個什麼 這個 自能手環 對不對 所以這叫做一業融合 那這個產業的升級以後呢 非常可怕 也就是說 跟你合作來講是要跨界 那也是跟一業的不同的融合 那這個是企業來講 會面臨到很大的一個重點 一個破壞式的創新 那這也是未來我們創新 所以我們創新是一種是逐漸改善的 因為我是破壞式的創新 破壞式的創新是0到1 所以這未來物聯網一個例子 那我舉一個例子 以前賣手環的 對不對 手環就是我裡面是可能是摺 是什麼 什麼 有紅外線啊 我這個是著重在他的功能 對不對 那以前是你這功能呢 你有實體店 有經銷商 有分銷商 對不對 那最後面呢 你最了不起呢 是放在電商上面去賣 了不起是這樣子 但是呢 你放在電商上賣呢 你進入到這個電子商務網 也不是 但是未來講 它不是這樣的概念 它是把它打壞掉的 也就是說呢 你這個手環啊 除了能量以外呢 現在有感知設備放進來 可以測量你的心跳 血壓 你的睡眠 對不對 那除了這個感知器以外呢 你一樣跟移動的這個設備 跟手機連在一起 所以你要把個人的資料 隨時的通過網 網這個網具的 比如說這個是用 用Gluetooth嘛對不對 Gluetooth 藍牙 傳到你的手機 那手機呢 再傳到網 對不對 所以它就去 所以它可以記錄你的 這個生理的資訊 不是一天兩天啊 一天兩天沒有意思嘛 對不對 它可以持續扮演觀測 對不對 到你的APP裡面 然後呢 這個 自己會不會偷懶 會吧 會偷懶嘛 所以說呢 要 放在朋友圈裡面 好 朋友圈裡面 那朋友呢 才告訴你呢 你這個 最近呢 有沒有運動 對不對 那你在朋友之間呢 是屬於偷懶型的 還是水準比較高的 這個 然後朋友要點贊 對不對 這就是大色的移入 那這個呢 才會 產生了很多的數據 然後根據你的個人的狀況 它會給你的建議 習慣 的改變等等 這就是一個例子 所以未來講 這個手環很不賺錢啊 手環用送的 甚至很便宜 比如這個是以前是好幾千塊 那現在呢 加上這個自衡手環以後 它賣得更便宜 它只賣你三百塊 對不對 那是什麼賺錢呢 就是靠後面的服務賺錢 有另外第三方來買它 這是這個意思 所以它的 行銷模式也不一樣 它行銷模式不是說 你放在屍體通路了 就好 放在這個貼貓 淘寶上面去賣就好 對不對 它是什麼 要數據營銷 體驗行銷 all to all 對不對 體驗店 然後還有免費思維 送你這個手環 但是你要定什麼服務 兩人給你免費 然後呢 你要粉絲經濟 你要經營一大堆粉絲 然後你要 它產品也通路要去中間化 你沒有通路商了 直接上網買 飢餓行銷 要排隊來買 要來買 好 這個就是所有的這個未來來講 商務模式非常大的一個 很大的變化 時間的關係時間到了 那我再講兩個應用 那這個是一個 智慧城市的應用 以前像你說這個氣爆的問題 公安的問題對不對 那現在還有一個通知嘛 說你這個沒有警報想 沒有人看到 對不對 那以後未來談物聯網以後 其實這個公安 油管所有的東西 其實這樣加上感知器 感知器 假設有問題的時候 它會其實是通報 那裡面有數據分析 可以去根據這些分析 還有就是說你的系統去聯絡相關的部門 那最後面呢 它怎麼可能通過APP去 讓民眾很清楚去知道 所有目前的情況 還有房災 還有你這個防災 還有很多的這個設備 用品等等 你可不可以透過這個 電商來去購買 那這也是一個大色雲遺物的一個概念 也就是說未來的系統呢 系統歸系統 各單位之間可以彼此不聯繫 這是一個問題 一個生產設備這個狀況呢 所以未來的系統會跟它連接 那這個是一個大色雲遺物的概念 所以未來的一個資訊系統 它不是一個單點式的 那未來的這樣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時間到了 我們後面就不講 這是智能螺螢的一個概念 那往下 這是資訊轉過 那我後面我就不講 這是簡單的例子 就是說未來講你就掃碼 進到平台 往下 跳到最後面 跳到前 這個麻 跳過去 往下 好 這個 這個 這一頁是講的 未來講 你的全面的應用制 是手機的 是行動化 你用手定麻 掃指 然後可以手寫辨識 等等之類的 往下一層 這個是很重要的 那我這個物聯網 也有在去中心化 去中心化 它沒有一個很大量的所謂的平台或入口 你所有的每一個設備 感知器 都可以啟動物聯網的應用 也就是說你現在少一個二維碼 對不對 任何一個產品 你碰它一下 它感知 感知以後它都啟動服務了 所以它基本上 這是很大的部分 很大的一個變化 所以有一個動作 啟動更多的動作 然後連接更多的設備 採集更多的資訊 撐測更多的事件 而觸發成一連串 即時的全面的商務服務 這個非常重要 所以 未來物聯網的事件 是這樣一個事件 不是跟過去各位想像中的 是一個上網的一個概念 跟各位報告者 因為時間關係有很長的比較長 時間到了 謝謝各位 今天這個報告者 謝謝 不過我們對這個項目的 為你們能理妻的知識 麻煩把我曝髖身刺 謝謝 感谢观看